恒省思量的意思 这叫相应利好 不过当然,这个义有掌,无义有亲近义 在凡夫的有肉位 那么这第七义士是攀岩 这个我 以恒省思量,我向水 恒省思量,我向水 那么在一个亲近的无肉位 他这个义是攀岩二空平等之理 这两点不一样 我们再看第八识 第八识是属于阿赖也士、异熟士跟种子士 是工人受成 那么第八识他的名称 以他的工人来受成 那么第八识主要有三个工人 第一个是阿赖也士 阿赖也欢成中文叫常 人常、所常、我爱之常 不过这个地方主要指我爱之常 因为 因为第八识的形象非常的伪戏 那么被这个第七义士的恒省思量的工人 所误会 以为他是一个恒常住不便宜的我 叫我爱之常 那么一指这样的我执 第七义士对他产生误会 产生我执 安利的第八识叫阿赖也 因为他被误会 叫阿赖也士 那么第二个异熟士 这个异熟 翻成中文叫果报 就是说呢 他能够受薰 因为第八识能够受前期转世的欣喜 你前期是造了善业 第八识就把这个善业的功能给保存下来 前期是造了恶业 第八识也能够受薰 把你的恶业的功能保存下来 那么换句话说呢 他对望的前期是的业来说 他是一个国 前期是是一个因 因为前期是造了善恶业 第八识就会有变化 他对望的前面的业来说 他是一个果报 你造了善业以后 阿赖也事这个善法的功能就增长 你造了恶业以后 阿赖也事的功能就 恶法的功能也增长 所以叫做受训 那么这个就易熟士 我们凡夫的情况 阿赖也事跟易熟士这两个名称都有 在八识规矩上,宋上说 不动地前才舍账 金刚道后易熟空 这个不动地 八地的时候呢 八地的时候把这个分别我值 巨生我值都破坏了 那么这个时候 阿赖也事的名称就失掉 因为他已经不再被指挥我了 不动地前才舍账 在不动地的时候 八地的时候就舍掉阿赖也事的名称 所以八地以上的菩萨 第八识 只称为易熟士跟种子士 没有阿赖也事的功能 那么金刚道后易熟空 金刚道后就是成佛 成佛以后 他的第八识不再受训了 一个佛陀造的善业以后 他的功能不再增长了 功德圆满了 所以佛的第八识 就没有易熟的功能 他已经不再是个果报 他是一个法身的境界 那么这个种子士 这个阿赖也事跟易熟士 都是凡位才有的 这个种子士同以凡圣 为什么叫种子士呢? 因为他能够持持无始劫来 有肉无肉善恶的种子 就着他持种的功能来说 那座种子士 那么这样子的话 是从凡夫到圣人到成佛 都有这样的功能 叫种子士 我们看佛陀 有时候也跟众生结一些善言恶言 当然佛为寡王以法自在 但是毕竟他跟众生的 所结的这些种子都还在 那么第八识 就着持种的功能来说 他是通于凡夫 通于圣人 通于佛陀的 所以这个第八识的功能 他的名称依止他的功能 安逸的 那么这个是根据成威述论 把这个八识的匿名 做一个解释 我们再看第二个 相应的新所 那么前面的是介绍 巴士的新王的名称 这一下说明他所相应的新所 那么前五识所相应的新所 是有三十四个新所 包括片形五语 别境五 善食一 本祸 本祸就是根本烦恼 贪嗔痴 中随 中随烦恼 无常无愧 八大随烦恼 大随烦恼 这个随烦恼 有小随烦恼 中随烦恼 大随烦恼 就是这个 不信 懈怠 放逸 调局 分成 思念 不正知 就是散乱 这个大随烦恼 有八个 那么前五识 能够跟荣总有三十四个新所活动 不当然前五识 前五识只能够攀岩现在 不能攀岩过去 也不能攀未来 而且现在也只能够攀岩第一刹弩 前五识在起境的时候 只有一刹弩 下一刹弩 然后就第六识就出来活动了 就变成五句意识了 这个第六识一出来的时候 前五识就没有功能了 就完全听第六识的分别 所以前五识攀岩现在 而且是攀岩岩岩 那一个岩岩 跟境界接触的第一岩岩 第六识还没有出现的那一岩岩而已 时间非常短 所以他造善造恶的力量很薄弱的 因为他的时间太短 其次看第六识 第六识能够广泛的 跟所有的五十亿个新所 相应 因为他广延十方三识诸法固 他能够攀岩十方 攀岩繁复的法界 攀岩圣人的法界 能够攀岩三识 他能够思维过去 分别现在思维未来 他的活动换位最广 造业的势力也最强 一个人的生命 会造善造恶 都是第六识决定的 那么第七识相应的新所 十八个新所 我吃、我见、我爱、我慢 这四个 还有片行、五新所、别境里面的会新所 还有八道水烦恼 这个第六识 他在攀岩境界是广延十方三识诸法 他的所言境是不断变化 有时候起善、有时候起恶 那么第七识 他所攀岩的境界 主要的是第八识的见婚 就是产生这个我 所以这个我吃、我见、我爱、我慢 事实上是根本烦恼里面的六个 六个里面的四个 那么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戒 这六个里面的四个 不过他这个烦恼都是依我而起 所以加一个我 那么这四个根本烦恼当中 他的总相是我吃 这是最主要的 就是说 这第八识的明了性 是刹挪、刹挪生灭的 因为他是一个义手 是个果报 他不是一个法生 法生的境界 他是一个果报体 他的果报体 换句话说 你前七转世造的善业 第八识就转变 你造的恶业 他也转变 换句话说 他是生灭变异 他不是我 但是第七识观察 这个第八识的明了性的时候 就以为 他是恒常住不便宜的 所以产生一个我吃 这个我吃就是无名 那么一直这样的吃 就产生了邪见 就认为有一个我的之见 那么就爱着这个我 保护这个我 给这个我 所有的尊贵 所有的荣耀 都归属于我 爱着这个我 那么 我慢 那么有这个我以后 跟众生就产生高慢 高举 把自己抬高了 那么 这个是一切烦恼的根本 当然主要是我吃 由我吃 开出我见我慢 那么片行五 这个是所有的心王都有的 那么别境里面 益圣者的炼定会 就是会心所 因为他会抉择 我这个抉择 是一种错误的抉择 他去抉择 第八四的明了性 结果他认为 结论 第八四是 恒常住不便宜的我 事实上这个抉择是错误的 那么八大随烦恼 跟前面一样 不信 懈怠放逸 调局分枕 失恋不争之三乱 他都有这种情况 他有时候也会不信 也懈怠放逸 调局分枕 失恋不争之 不但第七四 他的所言进 相对第六六四来说 是比较单纯的 那么第八四是五心所 唯独以片行五心所相应 所有的心王 第八四是最单纯 他也不照善 但也不照善 他就是抱之 无腹无忌 就是跟这个 做一处受想师相应 其他的善念 恶念一概不起 那么这个是第八四 所相应的心所 那么这个是 把这个 八四的相应心所 先标出来 到了宋文的时候 会再详细的解释 我们今天到这里 大家有没有问题 就是说 前五四 比如说我们眼睛 去攀岩色诚 我们眼睛去取这个色诚境界 第一岔楼的时候 是没有名言的 只有自信的分别 不能够去随念分别 基督分别 第一岔楼 但是这种时间不会太长 马上你第六一四 就会跟着起来 那么第六一四 一升起的时候 主要就是 第六一四在分别 第六一四 前五四 就退居到一种辅助的作用 换句话说 当第六一四 没有升起的时候 前五四是单独活动 但是那个时间非常短 那么 等到第六一四升起的时候 前五四 事实上 他的功能就很维系了 主要是第六一四的名言分别 他等于是 在帮助第六一四的 所以他只沿岔楼 在这一切四论识解释 他沿现在 只沿岔楼 就是第一岔楼而已 第一岔楼 我们最能够感觉到前五四的存在 事实上第二岔楼以后 那都是第六一四在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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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著他是一只猪 執著 如果说 如果说旧的执着呢 那是第七一四 第七一四在那个三十颂啊 所以所生所细 阿罗汉灭尽 出世到无有 就是 维斯三十颂的解释 第七一四说 所以所生所细 随着他的果报在什么地方受生 他的第七一四就细服在那个果报底里面 就地七 谁所生所细 细服的细 就是说 你变成一个人 你为什么只说你是人 第七一四 我就是一个人 人就是我的果报 这个果报是恒常都不便宜的 那么他为什么知道这是初呢 也是第七四在执着 当然这个是粗的执着 第七四有粗跟细的 有粗跟细的 那么第七一四的执着 他还会影响第六一四 他会表现在第六一四 因为第六四一指 第七一四是根 所以我们不要忘了 第七一四的后台老板是谁 是第七一四 他依第七一四做根 所以他深深受到第七一四的影响 那当然这改变的情况 这个就是主要是第六一四的改变 这个就是这个思考模式 就是第六一四啊 这个不是指我 就是说 我们今天 是一个凡夫 你第六一四 所想的就是赚钱啊 你第六一四 造业就是 你的希望 当然主要是希望 一个人的希望问题 就是那个 易与圣洁 念定位 我今生的目的就是赚钱啊 得到最大的名文利养 直到我死为止 那么你出交人以后 你开始学习佛法 你的希望改变了 你希望要成就无上菩提 希望要广度众生了 第六一四所相应的 那个欲勋所改变了 所以主要还是第六一四的改变 当然执着你是一个我 这都是一样的 那都是一样的 自我 不过这个自我 当然出交人所执着 那个自我 是亲近多了 那个是很维系的 那么你说这个心态的改变 那是第六一四所欣喜的不同 因为在交人所串习的是另外一种 欲 那么出交人也有欲 出交人的欲是追求无上菩提 追求广度众生 那就是第六四的变化 简直是 阿拉耶 对对 八地 八地 初欢喜地 二离构地 三花光地 四燕灰地 五 南圣地 六 现前地 七眼行地 就是最初的是欢喜地 你可以查查词典 欢喜地 二离构地 三 花光地 四 宴慧地 五 南圣地 六 现前地 七 眼行地 八 不动地 修到什么境界 那就 就是說 一般在维世代说 你破了分别的我子跟法子 就到出地了 破了分别我子跟法子 就是出的 分别我子跟法子 是一下子两个都破坏掉 分别的 就是第六意识的 第六意识相应的 当然这个就是要修我空观点 禅定当中 修我空 照日见 无印接空 观察 色不可得 受想形式不可得 我们的生命体 是五种成分所构成的 就是色、受想、形式 那么有色法、有心法 那么这色法、心法 都是随顺因缘 而有各式各样的变化 这变化当中 没有一个我的存在 没有 那么这个就是我空 这空性的智慧 你一正德的时候 一念着相应 就入翻洗地了 就正德法性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还要继续破坏 那个巨生的 寄生由至现缠绵 后面季宋讲得到 花起初心、欢喜地 在这个初地菩萨呢 寄生由至现缠绵 寄生的烦恼 还是现缠绵 还经常会活动 所以初地菩萨 他有时候也有寄生的烦恼 维系的 寄生就是说 他不必经过分别 在经论上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只老虎 第一岔楼眼睛看到老虎的时候 事实上第六一世还没有起来分别 还没有老虎的这个名眼 没有名眼表示第六一世还没有现前 但是你就会怕 那么这种怕的感觉 还没有经过第六的分别就有 那是巨生的 那是第七一世的 就是你还没有经过分别 就有我的存在 就第六四还没有动之前 那个执着就有 那个是非常维系的 那就是要到修到位 就是出地以后 还要不断的 虽然他也度众生 但是他也要不断的 他还有很巨生的 维系的烦恼没有断 他要经常的打坐 继续修果空观 那么到八地的时候 不动地前才舍上 金刚到后欲熟空 到了八地的时候 这个 那个什么 什么我横吹啊 这个祭宋 到八地的时候 我们看看那个祭宋 不是不是 看八地 到了八地的时候 那个 哪一个祭宋 一个我横吹 无共用恨我横吹 对啊 无共用恨就是八地 八地的时候 就把这个我 分巨生的我是完全破坏的 无共用恨我横吹 所以 八地菩萨的时候 他的分别 我就是完全破 他是完全无我 他完全是法子的 他只是在内心当中 有一种清静的艳力 想要度众生 想要成佛的艳力 此令他执着而已 他为什么这件事情呢 他想要成就佛道 想要成就度化众生 但是他没有一种自我的执着 没有了 他的生命体 不像我们凡夫以自我做粗话 他完全是佛在艳力当中 一种希望在支持着他 但这个不是我指 这是一种法子 他没有自我 他可以牺牲他的生命 都无所谓 他为了满足 为了要实现他的理想 你说这个是个佛坑 他都愿意跳下去的 因为他没有我的执着 他的内心当中 就是一个目标而已 上求下话 这个目标 所以这八地菩萨就是 他已经没有我指的 所以没有阿赖耶士的存在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向下文长 赴再来日 为下 我回家 e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